一年一度的南投玄天上帝文化节即将登场 因为感念玄天上帝的灵验 报名参加步行前往森柏林母庙参拜的信众 也已超过1500人之多 县议员洪明科除了邀请乡亲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之外 也感谢寿正宫庙方以及各位善心大德的捐助 相信也能够为玄天上帝文化祭的活动增添光彩 我们今年的布名人所已经超出1500个 我们这些省南心里要跟我们帝帝帝帝帝来走到墓苗 已经有1500个以上没有报名的基础 尤其今年我们的苗坊真的用心做了一些座和我们的衣服 和我们的墓儿金子都充满费 要让这些报名的省心人数来穿起来 要让他们平安 尤其在我们的队楼当中 我们的苗坊有很多信徒 来赞助到很多藤子参加 而这次母庙大会师之后 所有的参拜寺庙 在傍晚也会在文化局前面集结 共同来南投绕境祈福 希望能够庇佑南投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保证来到我们母庙后 我们的东西会保证 我们四点五至五点 会在我们南投市 文化中心来集结 所有的顶头都在结合 在后来 要来努力南投市区 去求南投市区 所有大大适合 大家都平安顺序 尤其这次的顶头 真的母庙 会真正传统的顶头 来出现到我们南投市区区 希望爱好顶头 爱好看老子的 沈南信誉 会在四月设置东江 早上来保证 会保来到南投市 家民来看老子 相信一顶真正老子 真正正在的顶头活动 洪议员表示 四月七日登场的 玄天上帝文化祭 是南投县南德的 宗教庆典活动 也邀请乡亲 以及各方信众 都能够来共襄盛举 共同来为南投县祈福 记者陈伟一 南投采访报道